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在线的雅思语法课堂 我是丹德老师田静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一下 如何表达一件事 如何写成一个简单句 想表达清楚一件事写成一个简单句呢 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名词加动词 一主搭配一位 其中呢这个位语动词特别的重要 大家要注意它有变化 它可以变成三态加一否 否定我就不用说了 这三态要重点掌握 分别是实态 情态 语态 那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的实态 我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情态的变化 其实这个位语动词的情态是干嘛的呢 它就是表达不同的这个情绪态度可能性 比如说大家会发现针对于不同的事儿 不同的动作我们经常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 我说同学们必须得做这件事 you must do it 必须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态度 你想表示必须 对吧 再比如说我说我们大家 爱能够做得更好 we can do better can do 能够怎么怎么样 这个也是我表达的情绪态度 对吧 再比如说大家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经常我们会针对一个事情表达情绪态度可能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情态 好了 那关于这个情态动词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要详细的去分析 这个情态动词呢 可以分成很多细致末节 但是呢 很多细致末节 对于大家的养思考试来说呢 没用 生活当中也用不到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讲解最实用的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来记就行了 那最实用的大家需要会什么呢 大家主要需要会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记住怎么表达情态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情态动词加上一个动词的原型就行了 也就是说这个动作本身就用原型不用变 只不过在他的前面额外的加了一个情态动词来表示情态 你看他这种变化就跟实态不一样了 实态呢 是把这个动词给他变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式 把他本身发生变化 但咱们情态呢 动词不变 就是额外在他前面 再加上一个情态动词就行了 好了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 大家必须要会的就是 表达情态 用情态动词加动词原型 搭配在一起用就可以了 好那我同学就说老师能不能不加动词原型啊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情态动词呢 表示情绪态度可能性 这个事比较虚 所以他需要的依附在一定的动作上 哎才能够把这个事态度 针对于事来表达清楚 这是这个第一个 情态动词加动词原型 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需要掌握这些常用的情态动词 都能表示什么样的含义 大家只要把这个对应的意思掌握了 就能够保证大家在雅思考试当中呢 能够使用 所以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一个一个讲这些常用的 然后呢 也会给大家稍后一个一个举例子 那在这里呢 首先请大家先把这些常用的记下来就可以了 好了 常用的有什么呢 先说第一个 Must Must的呢 主要有两个意思常用 第一个意思呢 表示命令 必须怎么怎么样 第二个呢 可以表示推测 肯定 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它是非常有把握的那种推测 好 这个是他比较常用的两个意思 比如说你说 哎 我们大家必须按时完成作业 We must finish our homework on time Must finish 必须完成 哎 这个就是表示必须非常强势的一个命令 对吧 好 那接着往下说 再来看一下这两个词 Can和Could 我建议大家呢 把这两个词放到一组来记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用法是一样的 那既然用法一样 那这两个词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Could 可以作为Can这个词的过去时来使用 比如说 I can swim 表示我现在能游泳 I could swim 表示我过去能游泳 所以这里这个Could 是Can的过去式 这是它的第一种用法 还有第二种用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Could可以不表示过去 它只是表示比Can更委婉的语气 比如说你问人家说 Can you help me 你能帮我吗 这个时候没问题 但你如果要说成 Could you help me 这个时候呢 它就比Can用的更委婉一些 但在这里它不表示过去 所以呢 简单来说就是 Could和Can比起来 两点区别 第一个 它可以表示Can的过去 第二个呢 可以不表示过去 表示态度更委婉 这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不重要 总而言之呢 大家要记住 它们俩的用法 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不影响大家在雅思达提当中的理解 那它们俩能表达什么意思呢 可以表示第一个能力 能够怎么怎么样 第二个呢 可以表示可能可以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能够可能可以 这就是它们俩要表达的意思 好了 那接下来再来看这两个单词 一样的区别 Wood可以表示Will的过去 也可以表示Will的更委婉 那Will和Wood能表示什么含义呢 主要表示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表示将要怎么怎么样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之前讲过的将来时态 是不是就用这两个词来构成的 因为它们俩是可以表示将要嘛 就可以帮助构成完成将来时态 不是完成时 是将来时 好 那接着说回来 那除了表示将要怎么怎么样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可以表示意愿 愿意做某事 也可以用这个 好 再往下看 shall should shall should 也是一样的区别 好了 在这里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实际上呢 在雅思考试当中呢 这个shall这个词 考的比较少一些 所以呢 大家可以不用掌握它 为什么它考的少呢 因为它事多 shall这个词呢 它本来表示意思是将要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它不像Will would 接任何主语 任何人称都行 shall这个词表示将要呢 它只能接在第一人称后 也就是我或者是我们的后面 因此呢 它能够适用的人称比较少 所以呢 事比较多 一般情况下 雅思考试能出现的也比较少 但是更常出现的是什么词呢 就是这个词 shall shall的就一个意思 表示应该 就行了 好 接着往下看 may和mat 它呢 也是一样的 两个一块来记 表示的含义是什么呢 哎 表示可能怎么怎么样 可以怎么怎么样 它可以表示推测 可能怎么怎么样 也可以表示请求允许 允许可以怎么怎么样 可以了吧 好 那以上呢 就是这些常用的 常考的形态动词 大家重点掌握就行了 还有一些不常用的 比如说像什么呢 dare dare 表示敢怎么怎么样 敢做某事 这个考的非常非常少 几乎不太出现 大家不用会了 再比如说 还有一些形态动词的词组 大家知道就行了 比如像have to 表示必须不得不做某事 have to do 是吧 have就是有那个单词 have to do 不得不必须做某事 这个也很常见 知道就可以了 再比如说应该做某事 可以用out to do O-U-G-H-T out out to do 也表示应该做某事 这个呢 也不太常见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 这些常用的 就足够大家使用了 记住 我刚刚给大家总结的含义 就可以了 而且还是那句话 记住 不纠结 因为大家记住 我们的目标 不是要成为语法专家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能够看懂英语 使用英语 通过雅思考试 所以掌握到这个程度 就足够了 这是关于这个 好 那接着说后来 既然大家掌握了 这些常考的 情态动词 和它对应表达的含义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放到句子当中 一起来看一下 千万别忘了 怎么样表达情态呢 情态动词 加动词的原型 就可以了 它算是一个整体的 位语动词 他们俩和在一起 比如说干这句话 You must be open to experiencing native emotions 好了 来自于见久的句子 在这里呢 首先请大家找一下 位语动词在哪吧 一眼就能找到了吧 位语动词是哪部分呢 就是这个 Must be You must be open to 在这里 Must be 这个就是情态动词 加动词的原型 好了 那很多时候 大家经常看到 这个be这个词 对吧 那有同学老师 这be哪来的呢 是这样子的 原本这句话当中呢 表示你是开放的 抱持着开放的心态 是吧 你是开放的呢 它可以说 You are open You are 主语 you 要搭配这个 必动词are 对吧 但是呢 原本是you are 但如果你加了一个 情态动词 Must 这个时候呢 它后面就得用动词 原型了 就不能用are了 对吧 are变回必动词的原型 所以must be 就是这样来的 好了 那咱们来看这话的意思 是什么呢 You must be open to experience inductive emotions 你必须得是开放的 去面对体验消极的 这些情绪 Experience表示体验 经验 对吧 inductive表示消极的 负面的 否定的 emotion表示情绪 也就是说你必须是 保持着开放的心态 去体验这些消极的 负面的情绪 Must be 这个是情态动词 加动词原型 构成的位于动词 那在这里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另外一个小点很奇怪 说哎 为什么不用to do呢 为什么用to doing呢 因为to有两种用法 to还可以做借词 表示朝着某个方向 这个时候当to做借词的时候呢 后面就只能接名词代词 doing 不能接do 好了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下一个句子 The answer may lie in the womb 注意这个词may 一看就知道了 位于动词就是may 情态动词加动词原型 may lie 对吧 在这里他说了 哎 答案怎么样呢 可能就位于什么地方 答案可能位于什么地方呢 wom 可以表示子宫 也可以表示发源地 好 再来看一个句子 However presevition can bring a language back from the dead 这里面大家可能就一个生词 就这个词 presevition 对吧 presevition表示意思是保护 保存起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当中 位于动词在哪里呢 就是情态动词can 加动词原型 brain can bring 能够带来 是吧 能够带过来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然而保护 能够把一个语言 从死亡当中带回来 也就是说 大家刻意的去保护一个语言 就可以避免失传 是吧 can bring no sick people should seek help from doctors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should seek 表示应该寻找 也就是说那些生病的人呢 应该寻找医生的 来自于医生的帮助 这个也是情态动词 加动词原型 好了 再来看一句话 will you marry me 听这儿熟吗 哎 求婚的时候竟然会说这句话 也是一样的 情态动词 加上动词的原型 那will这个词 表示什么意思呢 哎 表示的就是 愿意做某事 不是说 你是不是将要嫁给我啊 在这里这个无有不表示将要 虽然我们经常见到表示将要 但在这里他表示的意思是 愿意 不人家说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无论是在生活当中使用的句子 还是在眼神真体当中使用的句子 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个情态动词 对应的这个情态的含义 就非常能够看懂句子 可以的吧 好 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个情态动词 这一部分的讲解 在这里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 记住了 就是如何表达情态呢 用情态动词 加上动词原型合在一起 整体作为动词 第二个呢 掌握常用的情态动词 对应表达的情态的含义 就可以使用了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内心聆听 我是大家的雅思语法老师 田静 我们稍后下节课再见